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新闻 新闻开始来关心国际消息 美国东岸地区继续受到暴风雪的侵袭 气象单位指出周末气温可能创历史新低 民众暴露在外的皮肤恐怕结冻 要做好预寒措施 工作人员在街头撒盐帮助溶冰 美东地区持续受到暴风雪侵袭 纽约与波士顿在周五 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11度 部分地区积雪超过了30公分 往返纽约与波士顿班机两成因为天后取消 气象单位称暴风雪是炸弹气旋 是因为气压急速下降而产生 并表示任何暴露在外的皮肤 都可能在几分钟内截冻 非常危险 而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 马达加斯加超过了一万人流离失所 三人死亡有一人失踪 大雨滂沱地上满是泥泥 热带气旋在上周五清洗马达加斯加 平均风速每小时55公里 最大阵风每小时80公里 预计当地时间周六晚间离开 但是在经过一整天的狂风暴雨后 当地超过一万人无家可归 三人罹难一人失踪 伊朗西部的克尔曼沙盛 台湾时间周六晚间11点多左右 发生了规模5.0的地震 所幸没有酿成重大伤亡 这起规模5.0的地震 发生在台湾时间的周六 晚间11点22分左右 深度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 当地电视台初步表示有21人受伤 但是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而在去年11月 伊朗西北地区发生规模7.3强震 当时有超过600人罹难 9000人受伤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底承认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之后 国际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以巴之间的冲突升温 六个阿拉伯国家在周六表示 坚持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首都 有六个阿拉伯国家的高级官员 在周六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会议 抵制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1967年以色列占领之后 就单方的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首都 而巴勒斯坦要求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的地位之后 以巴之间的冲突急速的升温 约旦国王表示 耶路撒冷议题必须透过以巴双方的和平同意解决 为了解决境内通货膨胀造成的粮食危机 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要求超市要降低食物的价格 当地时间周六大批的民众就聚集在首都卡拉卡斯的超市抢购食物 委内瑞拉政府上周五要求超市要降低食品的价格 导致大批的民众聚集抢购 当地通货膨胀问题越演越烈 比起去年现在货币兑换美元贬值98% 造成境内民众无法负担粮食 另外缺乏医疗资源造成许多的民众死于从原本可以避免的疾病 今年开始台湾扩大限速 但是接触食品的塑胶袋像是包面包或者新鲜蔬果等塑胶膜 却不列入管辖 对环境污染同样严重 虽然塑胶材质可以保鲜 但是不易食物腐败 减少食物浪费 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而全球每年制造7800万公顿 31% 32% 流入了自然环境造成污染 目前各界都在研发新的素材 要兼具降低环境污染还有食物的浪费 超商买菜使用塑胶袋包装便利生活 但您是否知道塑胶包装与食物浪费的密切关系 因为不轻易撕扯 可完全密封保鲜 软质多层次塑胶包装成了保鲜食品的最佳选择 制作材质千变万化 最常见的是聚乙烯塑胶袋 而乙烯原造丝因为溶点低 是包装一体的最佳选择 如果内装物油腻 甲烯饼锡酸与乙烯贡具物组成的材质 能有效包装 香蕉 面包 小黄瓜等常见食品 使用多层次塑胶包装后 不但保鲜期大幅提升 食物浪费也明显减少 美国化学化工新闻周刊统计 使用塑胶包装每一公吨的食材 可以省去美金606元的食物浪费支出 每330公克的食材 也省去2100公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如果用纸 玻璃 货铝等其他可替代材质保鲜食品 所需的量是塑胶的4.6倍 但为保鲜食品大自然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而回收过的塑胶包装 只能保留原价值的5% 但每年要价1200亿美元的巨额 如何兼具降低食物浪费与塑胶污染 成为科学家的首要任务 这些看似普通的塑胶袋大有白头 黑泽发明的环保塑胶袋 价钱比一般塑胶袋贵3成5 但丝毫没有阻挡大众喜爱 除了受政府背书合格验证 更重要的是塑胶袋可以吃进度 并会在涉事80度的水中瞬间溶解 黑泽表示可行生物分解塑胶袋 目前占全球塑胶袋市场的1成5 并会在2020年达到3成 虽然黑泽的发明并不能取代软质 多层次塑胶包装保鲜食品 但已经在对抗环境污染的路上 划上了一大步 大爱新闻出售域变异 为了环保 现在有许多的替代能源的研发 而排泄物用作早期发电 已经不是新闻了 不过您有听过 鸡粪也能够替代煤炭吗 以色列的研究发现 将鸡的粪便高温加热 几个小时之后 就能够形成类似煤炭的物质 也能够进发电厂燃烧发电 谁也没料到鸡的排泄物 也能点石成金 成为最干净的黄金燃料 教授的制造过程 称为水热碳化法 物质接受数小时的高温加热后 形成类似碳的物质 而且制造过程减少碳足迹 以及氨夹碗等排放量 鸡的粪便经过水热碳化 转化成生殖燃料后 形成深棕色粉末 气味与咖啡相似 能取代发电厂10%的煤炭 维维安也说制造生殖燃料 一来能解决排泄物污染问题 又能减少碳足迹 是一石二鸟的好方法 他的教授也想扩大推广这项成功技术 化石燃料是气候变迁的元凶之一 讽刺的是 现今社会生活便利的背后 仍高度仰赖化石燃料 葛洛斯希望 这项积粪加工技术 能大量减低温室气体排放 实现气候正义 大爱新闻周博县编译 美国南加州波莫纳 街友收容所连续三年 邀请慈禁美国总会 一起来支援 像是提供热食 毛毯或者衣物 而最近的热食供应 素咖喱面 让街友意犹未尽 125人份的热食 煮面条好处理 不过配菜也不随便 绿花椰 白花椰 红萝卜 钢丽菜 还有蘑菇等多样 精心料理完成 需要六大盘容器才装得完 黄昏时刻 慈禁美国总会志工 前往波莫纳街友收容所 第三年合作 职员分享 他曾经收到街友的回应 他们喜欢 每次你们来 他们喜欢 你们永远有足够 让他们得到第二次 他们每次来 志工们出餐流程 同样一丝不苟 以接待亲友般慎重 饱足的晚餐 郁寒的毛毯 街友的冬季 增添温暖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 罗碧珍 刘生平 刘明正 美国报道 过新年都要拿红包 此际的福会红包 蕴含的是福会双修 是志工们 亲手制作的心意 在德国的岁末祝福 今年还有不同的 禁私与祝福 福会红包来自台湾 爱的传家宝 德国慈祭志工 举办岁末祝福 营造一个家的感觉 出席参加的朋友 把天下室 当成家室来关心 主统回娘家 汇聚甚的力量 让爱传出去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工 林美凤 陈静元 德国报道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还能在平平交加中 活得自在 她是68岁的陈炳池 天天都要洗肾 靠着政府补助金 和慈祭补助度日 每当志工关心询问她 钱是不是够用 她总是满足现况的说 自己是有福气的人 虽然一无所有 但是善念善行 从未缺席 我叫陈炳池 人家都叫我陈伯 我住在文良港 北厂楼上 今年我68岁 我住了多少个十年呢 陈炳池 他是一个洗身的病患 还有独居一个人 他的房子就是坐落在一个巴厂 然后他是双层的巴厂 他就是住在一个小房间 就是在厕所的旁边 这样子 其实当初我们来的时候 就是看到他这个房间 就是这样子 我看过后都是非常的不好 然后过后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 而且也在发生意外 骑电弹车 然后过后他就把电弹车也卖去了 然后现在是每天早上凌晨 四五点就出门去洗身了 然后就回来就是上下巴士了 我的臣两粒都坏了 所以我洗臣洗了八年 我洗臣没做工 眼睛的问题已经没有得好补救了 就算有多少女儿都不可以补救 人要知足常乐 你还不感恩你还可以欠 这样不行的 不行的 你知道吗 人生是这样的 没有要求多多 好像上一阶段你们问我 四百元够用吗 我还不够要求 不够用就自己看看如何折省 吃肥胖都可以 总之吃饱饭而已 我真的服务得很好 我虽然一无所欲 但我一无所欲 最重要我的身子健康 我只是假假假 周周又可以入狱 这就很麻烦的了 所以吃足 尝尝到个乐趣 才知道别人 你所说的 世上很有温情 你要玩安心 你要玩安心 其实我们才补助他差不多两年 所以我们开始帮助他的时候 一两个月过 他就开始来忽视我们持绩了 这个从他开始投足头慢慢 然后到现在 差不多一年半以上 虽然钱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是很坚持 他的心很坚持 我常常问他 虽然补助你这么多的 少少的钱 但是你再把30块钱捐给我 会影响你的什么 他很坚持自己的那个怨 就是每次都跟我说 没关系你不用担心这个 我会照顾的 不用担心 给30元喜好团 虽然是累不是多 所以个个人有这么个心 就乘小成多的嘛 对我来说就绝对没有影响 因为一人一扣而已嘛 没有影响不到我的生活费嘛 那我就很愿意做的 好我们天天看到的大爱新闻有大量的拍摄记录幕后仰赖的 是世界各国各地的人文真善美志工 他们用文字和摄影来替慈悸留下足迹 大爱电视台成立20年了 重大的新闻事件中 真善美志工始终都在 除了负责记录也陪伴复卫各案 而且呢 哪里有新闻 记者无法立即赶到 究竟的他们就随时不畏 是大爱台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国内外政灾 真善美不缺席 是进入者也要陪伴复卫 还帮忙运送物资上山 身份角色多重 在那样的过程里面 趴得续喘续续的 用心去感受到每一个氛围 人的氛围 环境的氛围 回来把这样子的感动说给大家 随时不畏大爱台应付突发状况 记录者那个眼睛是张得大大的 你在看 你在感受身边有什么事情 正在酝酿 正在华盛 久而一这一夜天摇地动 顾不得家里受灾 心心念念的事 当时我自己的心中只记得上来说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重生得利福 人文真善美足迹深度灾区 知道灾害那么大 那真善美它就主动的 到每一个有灾害的点 就开始做记录 当时我们就是把拍摄的带子 每一天都送到大爱台 跟我们的大爱台的同仁做配合 仅次于台湾百年大震 八八风灾全台真善美涌入之源 南下屏东站上采访前线 一路上道路凝硬寸步难行 屠风眉走到双脚魔破身体累垮 掉点滴支撑 他们要我回去 但我想说不可以啊 不可以回去啊 灾民可能比我更苦更累 不管多辛苦用意志力克服 哪怕身体有残缺也不放弃 屏东真善美陈美莲 骨结合导致行动不变 曾有强烈自卑感 我是一个很害羞地属的人 去参加任务真善美以后 你就要训练自己的口才 台中真善美菜线中 患有先天性肌肉僵质症 双手微缩筋骨僵硬行动缓慢 我们把一个事件记录下来 然后透过大爱台的这样一个媒体 传播到全世界去 让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美善的世界 不论男女 不管年纪多寡 为爱坚持 全力护持大爱台 76岁的施教研 专场摄影 他还负责一项重要的工作 这十几年来 我每个礼拜三 都来做影像归档的工作 不嫌单调乏味 中区所有志工拍摄的影片 施教研负责建党 把它整理好 整理好再存到一个硬碟 这硬碟就是要送到大爱台 为菩萨留下历史主居 为此季留历史 大爱台没住点的地方 珍善美严然驻地记者 天平台风在台东釀灾 林素岳手拿摄影机和当地志工 第一时间进入灾区 传回最及时新舞画面 东路这边比较属于交通 各方面资讯都比较落后 那其实有时候像灾难 为我们大爱台的记者都太远了 有蓝天白云 有刺激人的地方 就有人文珍善美 抓紧瞬间的感动 替刺激留下最美篇章 人文珍善美 是最好的方案 看到的是 最真 最善 最美的人性 五楼以下的部分 内政部96年曾经有发解释函 要求说 如果你有两间以上的隔间变更 或者是有厕所的新室座 或者是变更位置的话 它一样必须受到 室内装修管理办法的规定 我做隔间的时候 我会去找市政府 说办理审查 不会 因为审查不会过嘛 我刚才去找 我找个认识的同路包工业 包工业隔一刻就好 市长朋友如果要路跑 通常只能待在固定的操场跑道 如果想要跑上街头 就需要陪跑员的协助了 陪走就已经不容易 陪跑当然更要有默契 我超好运的 戴上眼罩 模拟市长朋友跑步的情况 要当市长陪跑员 训练营的第一课 就是要考验黑暗中跑步的能力 只有感同身受才能充分了解如何去做指引 你看不到的时候 你会感觉说周遭都会很压迫 就是感觉说随时前面感觉 是不是有什么障碍物会影响你 训练或者是比赛 我都是各个人在 着重在个人追求卓越成绩这样 那我希望说 是不是我可以也用我的力量 然后带领另外一个人来一起完成梦想 2018台北渣打工艺马拉松 这次有多达210位市长跑友报名 申请的陪跑志工虽然有267位 但得先通过三小时的专业训练 要能做到体能的调和 默契的结合才算合格 市长朋友如果比较少运动的话 他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跑很快 或者很远的距离 所以可能要稍微去观察一下 他的速度是不是有变慢了 或者是他的步伐 比较好像有点传 比较传 有人陪跑就是会跑外面那种 就是像台北就是会跑河堤那种马路 自己跑就是都是跑学校的那个赛道这样 用千绳练习步伐跟着口号渐入佳境 路跑活动除了希望能让市长朋友 体验到不同赛道外 也想借此呼吁大众关心弱势族群 帮助他们跑出自己的一片天 大爱新闻黄一姐 李建宽 台北报道 为了让暗制中心年长者还有学童开怀大校 美国有个羊驼心理治疗队造访需要关怀的团体 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看 同时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